格斗野鸣搏击就是战斗和打斗的意思 格斗技主类又可以分为拳击 闪打 摔跤 跆拳道 泰拳和综合格斗等等 格斗对于个人的力量 弹跳 耐力 还有爆发力都有很高的要求 说起泰拳它和拳击或者闪打有所不同 泰拳是可以使用走步进攻的 然而这次可以以走步这个凶猛的进攻手段 所以在看泰拳比赛的时候 时常会看到对手被走击到满头流血 而泰拳中的腿弓也是非常具有摧毁性的 波球正是泰拳的实力派选手 波球野生几脚就将一颗橡胶素踢碎了 可见波球腿弓的厉害 今天给大伙介绍一场泰拳比赛 由红固子选手对阵蓝固子选手的比赛 比赛才开始没多久 红固子选手就已一起右手中拳将对手击倒 而后 蓝固子选手奋力战了起来 敞招裁判读秒 战起来的蓝固子选手开始爆发 爆打红固子选手 蓝固子选手抓住机会 以连续走击爆打红固子选手的头部 这导致红固子选手头部瞬间破口流血了 比赛过程中 红固子选手心血直飙 但是他并没有救死放弃比赛 而是开始展现自己的硬实力去爆打蓝固子选手 红固子选手以连续中拳和扫腿爆打对手 最终红固子选手以硬实力赢下了比赛